你好,欢迎来到老杨读红楼 让我们一起细读红楼品味人生 本集主要讲 一,为什么要讲这个假的67回 二,宝钗会怎么看待柳香莲跟游三姐 三,抢劫是一件可以开玩笑的事吗 有不少小伙伴问我 是否会读完80回以后继续读后40回 我说不会,因为后40回写的实在太差了 又有小伙伴说 写的差是可以用批判的角度去解读的嘛 看看它到底哪里差,有多差 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们研究的好东西很多 真没有必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 研究不好的东西到底有多不好上 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已经针对两处后人补写的内容做过分析 一处是元宵节登迷的最后一段 另一处是64回前半段 只要你认真读书 不是那种看了影视剧就认为什么都知道的人 就一定能发现补写的内容差在哪里 如果感触还不深 那让你深入认识的机会来了 就是读一读这个67回 跟64回一样 《红楼梦》最权威的手抄本 《更成本》里并没有这一回 我们看到的80回手抄本里 普遍用的是七续本 和俄罗斯圣彼得堡收藏的列藏本内容 逻辑混乱 文字粗笔 语言啰嗦 而120回本中的这一回相对比较简练 这是成委员高厄做过删减的结果 显然他们也无法忍受这种水平的东西 客观地说 后40回的问题跟这个67回并不完全一样 后40回的文笔好于这个67回 但是情节和人物的描写同样都扭曲了原著 解读这种补写的内容对我是一种折磨 因为几乎所有的文字都令人厌恶 让人忍不住想吐槽 哪怕我想尽量用规矩的方法去讲述 也会释放很多负能量 但是为了故事的完整性 我最终还是决定坚持不跳过这一回 因为既然我承诺大家讲完80回 那再怎么想吐也要坚持下去 如果能通过批判这一回文字 提升大家的鉴赏力 不再为贴着红楼梦标签的各种文字所迷惑 不再相信什么完整版 我做这一回就是值得的 下面请你做好心理准备 擦亮眼睛 看看这一回究竟有多差 你也不用太紧张 这一回是越往后看越难看 你有足够的适应时间 第六十七回 溃吐物 平清念故礼 迅家童 凤姐续阴谋 话说尤三姐自呛之后 尤老娘以及尤二姐 贾真 尤氏 并贾荣 贾脸等文之 聚各 不胜悲痛感伤 字不必说 盲卓人致买棺木成脸 送往城外埋葬 却说柳香莲见尤三姐身亡 迷信不悟 尚有痴情眷恋 被盗人数据计言打破迷关 竟自消化出家 跟随盗人飘然而去 不知何往 后世暂且不表 且说薛姨妈 门之相连已说定了 尤三姐为妻 心甚喜悦 正字高高兴兴 要打算替她买房屋 置器用 半装脸 则即日迎娶过门等事 以报她救命之恩 不有家中小私见薛姨妈 告知尤三姐自呛 与柳香莲出家的信息 心甚叹息 正字猜疑是什么缘故 失职宝钗从园子里过来 薛姨妈便对宝钗说道 我的儿 你听见了没有 你真大嫂子的妹妹尤三姐 她不是已经许定了 给你哥哥的异地柳香莲的 这也很好 不知为什么尤三姐自吻了 柳香莲也出了家了 真正奇怪的事 叫人意想不到 宝钗听了并不在意 便说道 俗语说得好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 活该不是夫妻 妈妈所谓的是 应有救哥哥的一段好处 故尊尊感叹 如果他两人齐齐全权的 妈自然该替他料理 如今死的死了 出家的出了家了 以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 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 损了自己的身子 倒是 自从哥哥起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 犯了来的货物 想来也该发完了 那同伴去的伙计们 辛辛苦苦地来回几个月 妈同哥哥商议商议 也该请一请 愁谢愁谢才是 不然倒叫他们看着 无理似的 母女正说之间 见薛盘自外而入 眼中尚有泪痕未干 一进门便向他母亲拍手说道 妈 可知道刘大哥游三姐的事吗 薛姨妈说 我在园子里听见大家议论 正在这里才和你妹子 说这件公案呢 薛盘道 这事可奇不奇 薛姨妈说 可是柳相公那样一个 年轻聪明的人 怎么就一时糊涂 跟着道士去了呢 我想他前世 必是有溯源的 有根基的人 所以才容易听得进 这些度化他的话去 想你们相好了一场 他又无父母兄弟 只身一人在此 你也该各处找一找才是 靠纳博足道是疯疯癫癫的 能往哪里远去 左不过在这房前左右的庙里 寺里 躲藏着罢了 薛盘说 何尝不是呢 我一听见这个信 就赶忙带了小四们 在各处寻找去 连个影也没有 又去问人 人人都说不曾看见 我因如此 急得没法 没有望着西北上 大哭了一场回来了 说着 眼圈又红上来了 薛姨妈说 你既然寻找了没有 把你做朋友的心也尽了 胭脂她这一出家 不是得了好处去呢 你也不必太过滤了 一则 张罗张罗买卖 二则 把你自己 娶媳妇应办的事情 倒是早些料理料理 咱们家里没人手 竟是蹦券鲜飞 沈的灵漆 丢三忘四的不齐全 令人笑话 再者 你妹妹才说 你也回家半个多月了 想货物也该发完了 从你做买卖去的伙计们 也该涉桌酒席 请请他们 愁愁劳罚才是 他们固然是咱家约请的 吃工食劳金的人 到底也算是外客 又陪着你走了一二千里的路程 受了四五个月的辛苦 而且在路上 又替你担了多少的惊怕沉重 薛盘文听说 妈说得很是 妹妹想得周到 我也这样想来着 只因这些日子 那各处发祸 脑子头晕 又为刘大哥的亲事 又忙了这几日 反倒落了一个空 白张落了一回子 倒把正经事都悟了 要不然就定了名后 下帖子请请吧 薛姨妈道 有你办去吧 怕油未了 外面小思回说 张管总的伙计 着人送了两个箱子来 说这是爷各自买的 不在货账里面 本要早送来 因货物箱子压着 未得拿 昨日货物发完了 所以今儿才送来了 一面说 一面又见两个小思 搬进了两个 甲板家的大宗箱来 薛盘一见 说 哎哟 可是我怎么 就糊涂到这一步田地了 特特的 给妈和妹妹 带来的东西都忘了 没拿了家里来 还是伙计送了来了 宝钗说 亏你才说 还是特特的带来的 还是这样放了 一二十日才送来 若不是特特的带来 一定是要放到年底下 才送进来呢 你也诸事太不留心了 薛盘笑道 想是我在路上 叫贼人把魂下掉了 还没归翘呢 说着 大家笑了一阵 便向回话的小思说 东西收下了 叫他们回去吧 薛姨马通宝钗盲问 是什么好东西 这样捆着夹着的 便命人 挑了绳子 去了甲板 开了锁看石 却是些绸缎 灵井 洋货等 家常应用之物 独有宝钗他的那个箱子里 除了笔 墨 燕 各色剑纸 箱袋 箱珠 扇子 扇坠 花粉 胭脂 头油等物外 还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 酒粒 水银贯的 打金斗的小小子 沙子灯 一出一出的倪人的戏 用青纱罩的匣子装着 又有在虎丘上做的 薛盘的像 拟捏成的与薛盘毫无相差 以及许多碎小玩意儿的东西 宝钗一见满心欢喜 便叫自己使的丫鬟来吩咐 你将我的这个箱子 与我拿来园子里去 我好究竟从那边送送人 说着便起身来 告辞母亲 往园子里来了 这里 薛姨妈将自己这个箱子里的东西取出 一份一份的打点清楚 若同喜丫头 送往贾母 并王夫人等出去不讲 上一集的末尾 柳香莲跟着博足道人走了 尤三姐跟她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 尤三姐终于放弃了 对秦的痴迷 回到太虚幻境 仅换仙姑身边 而游戏人间的柳香莲 也终于认真了一回 放下了一切 为什么我反复建议 用解脱书的视角来读《红楼梦》呢 就是因为作者对其中的悲剧 都给了一个一真一幻的出口 如果你相信 那么这些人物的悲剧 只是个觉悟的过程 如果你不信 那就永远抱着痛苦 无法解脱 这其实就是宗教背后的道理 很多大科学家晚年还是回归宗教 就是因为科学解决不了 生老病死的痛苦 只有宗教才能解决 视角回到贾府 所有的人都为了三姐的去世而难过 正所谓处死无大事 不管之前有什么纠葛 他们都随着三姐一起消逝了 原本所有人都非常记恨柳香莲 但是因为看到柳香莲自己也悔恨不已 最后直接出家 别人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之前薛姨妈听说 柳香莲跟尤三姐订婚非常高兴 她已经在张罗给柳香莲买房子 准备结婚用品 报答她救下薛盘的恩情 可是没想到 突然听到这两个人 居然是如此悲惨的一个结局 她想不明白 为什么柳香莲那么坚定的要退婚 也想不到 尤三姐会因为这个而自杀 导致柳香莲出家 正在这个时候 宝钗来看望母亲 薛姨妈就把这件事说给了宝钗 同时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万事通宝姐姐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作为一个补写者 肯定会想到之前 宝钗对王夫人评价金串自杀的那段情节 所以书里说 宝钗听了之后并不在意 她只是说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命 这两个人没有做夫妻的缘分 薛姨妈是因为柳香莲救了薛盘 所以才这么放不下 如果柳香莲跟尤三姐都好好的 那自然应该报恩 为他们组织婚礼 但是现在死的死 出家的出家 那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薛姨妈还是要保重身体 别为了这个感伤 宝钗的这个反应对吗 虽然我对这一回整体很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 这里宝钗的反应基本正确 首先她并不知道三姐的故事 在面对尤三姐悲剧的这件事上 读者跟宝钗的信息并不对等 我们是看着尤三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对我们来说 三姐的一领一笑无法抹去 她的逝去是非常可惜的 但是对宝钗来说 她并没有见过三姐 不然馨儿对尤氏姐妹 介绍宝钗的时候 尤家姐妹不会当笑话听 其次 为退婚而死 跟宝钗的价值观不符 正好像认为金串被开除而自杀 很傻一样 宝钗也不认同 三姐为退婚而自杀的选择 同样 她应该也看不上 柳香莲为了这种事而出家 宝钗是一个入世 直面现实 坚持不懈的人 她从不认为 面对困境 人应该回避和放弃 而是主张 安心接受困难 直面惨淡的人生 因此 她听说这两个人的故事 只会觉得这两个人都很傻 并不会引起多少怜悯 再进一步想想 万事同宝姐姐跟薛姨妈不一样 她对外界并非一无所知 之前有很多情节都证明 宝钗还在帮忙打理薛家的产业 跟外界有接触 再加上前一段时间 在帮忙管理贾府 跟贾府的下人 也有过很多接触 很可能 她早就对宁国府的作风 有所耳闻了 一旦宝钗了解到宁国府的风评 那么聪明的她 多半能推测出 柳香莲退婚的动机 继而对整个事件的发展 猜到七七八八 如果是这样 那宝钗会更加看不上这两个人 因为宝钗跟尤三姐 完全代表对立的世界 宝钗是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典范 而尤三姐的作风 完全不符合主流价值观 柳香莲虽然是薛盘的救命恩人 但是她整天不务正业 也入不了宝姐姐的法眼 现在她选择出家 在宝钗看来就是逃避现实 因此 宝钗没有正面批评对方就不错了 又怎么会同情他们呢 第三 对已经逝去的东西 感伤的确没有用 虽然宝钗的话冷冰冰的 但是剔除感情因素 她说的没错 两位当事人都已经走了 作为旁人对这件事感叹不已 又有什么用呢 除了引起自己的情绪波动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她从保重身体的角度 劝母亲并没有什么问题 宝钗接着说 薛盘从江南回来也有一段时间了 带来的东西也都分发下去了 陪薛盘跑了几个月的这些伙计 都很辛苦 薛家应该感谢一下大家 否则会让这些人觉得 薛家没有人情味 前文讲薛盘出门做生意的时候 我说过 薛家的这些下人 跟贾府的仆人性质不一样 贾府的仆人大部分属于奴隶 要么是祖上传下来的家生子 要么是这一代卖身给贾府 而薛家这边 大部分都属于雇佣制的伙计 面对奴隶 像凤姐这样严厉的主子 可以喊打喊杀 但是面对伙计 薛家的确要好好对待 这样才能维护彼此之间的关系 顺便说一句 正是因为雇佣关系 所以之前 宝钗替湘云举办螃蟹宴 那是要花钱的 伙计家的东西是要买的 这跟贾府农庄里的东西 直接拿来用并不一样 还没等薛姨妈回答 薛盘从外面走进来 眼里还泛着泪光 她见到母亲 就问是否知道柳湘莲 跟尤三姐的事情 薛姨妈说 她已经听到了 正跟宝钗说呢 薛盘是个头脑简单的人 她不明白这件事 为什么会发生 所以说这件事太奇怪了 薛姨妈也跟着说 柳湘莲这么一个 年轻聪明的人 怎么会糊涂到 跟着道士走了呢 估计是前世就有溯源 种下了根基 所以容易被道士吸引 表面上薛姨妈在这里的解释 代表了民间的看法 其实背后就是佛教的轮回说 为什么我经常 拿佛教教义解读红楼梦 就是因为 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非常深 所谓三生三世 精神不灭 六道轮回的说法 原本就是佛教的 红楼梦的源起 就是将诸仙子 跟神音逝者带头 跟着一大堆 六根还不清净的神仙 下凡历练 也正是因为 每个人都受到 上一世业力的影响 带着不同的目的 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他们面对宗教的态度 也不一样 甄士尹 柳湘连 他们听得懂道士的点话 跟着道士走了 但更多人觉得 道士说的是疯话 会觉得 跟着他走的人都很傻 很明显 这个叙述者就认为 出家这个选择 不对 不聪明 不靠谱 薛姨妈对薛盘说 既然他跟柳湘连结拜过 那就应该派人到处找找对方 跟着一个风道士 走不了多远 很可能就在京城附近的寺庙里 薛盘说 他也这么想的 一听到消息 就带着人亲自去找了 可是不但没找到 就连看到的人都没有一个 所以薛盘 只能望着西北方向的大陆 哭了一场 一边说 一边又红了眼睛 薛姨妈说 既然已经找过了 那薛盘 做朋友的勤奋 也就尽到了 说不定柳湘连出家 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所以薛盘 也不用太过悲伤 薛盘自己 也需要关注一下 家族的生意 同时考虑 自己取亲的事情了 薛家人少 凡事都要提前考虑 免得后面 做事不周全 给人笑话 宝钗刚提到 要请跟着薛盘 出门的伙计吃饭 这件事要安排一下 这些人陪着薛盘 四五个月了 既辛苦 又遇到了劫匪 受到了惊吓 应该好好犒劳一下 薛盘马上满口答应 说第二天就下帖子 请大家来 我看到不少 不分真假的小伙伴 吐槽过上面这一段 说薛盘都比 宝钗有人情味 你看 薛盘为了柳香莲 做了那么多事 流了那么多眼泪 可宝钗呢 却只想着家族生意 请注意 这不是原著 不是原著 不是原著 请家人吃饭 这个情节 跟前后文无关 很可能完全是 不写者的原创 未必能代表 宝钗的想法 所以也不能 直接寄到宝钗的账上 用来证明 宝钗的无情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下人汇报 说张总管 派人送了两个箱子过来 说是薛盘单独买的东西 不属于货物 因为跟其他东西混在一起 所以现在才清理出来 薛盘说 自己忘了 这是他专门买给 母亲和妹妹的礼物 宝钗听了 就笑话哥哥 说专门买的都忘了 如果不是专门买的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想起来 薛盘说 这都是因为 自己被强盗吓得 魂不附体 到现在还没恢复正常呢 大家都被薛盘逗笑 柳香莲引发的愁云 这才消散 看到这一段 我真的觉得 自己情商太低 实在无法理解 提到被强盗吓着 有什么可笑的 强盗是会杀人的 不是过来玩游戏 有这种经历的人 不产生长期的 应激障碍心理问题 就不错了 家人怎么可能 拿这种事当笑话呢 这就是我认为 本回续写者 逻辑混乱的地方之一 薛盘让送东西的人回去 然后当着母亲妹妹的面 打开了箱子 他给薛姨妈送的是 绫罗绸缎和洋货 给薛宝钗送的是 笔墨纸燕和首饰 化妆品 玩具 最特别的是 在虎丘做的一个 薛盘模样的倪人 这个倪人做的 微妙微笑 宝钗看了非常高兴 他让人把这箱礼物 搬进大观园 打算送给园子里的 兄弟姐妹 而薛姨妈 也把自己箱子里的东西 清点出来 打算送给 贾母和王夫人等人 这里提到的 虎丘尼人 是苏州非常出名的特产 现在已经被列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 他们真的是做的 唯妙唯笑 我不知道续写者 为什么专门写这个尼人 但是有了这个尼人 让薛盘的礼物 整体提升了一个档次 这就是细节的重要性 只是很可惜 在这一回中 这种能拿出来表扬的地方 非常少 薛盘这次出门 真的长大了不少 在他跟柳香莲相处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 至情至性的朋友 而在他 送给母亲和妹妹的礼物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 孝顺儿子 和想着妹妹的好哥哥 那这个人是打死封冤 抢占相邻的恶霸吗 是的 那这个人 是贾家学堂不务正业 勾引这个 玩弄那个的流氓吗 是的 但他也是 薛姨妈的好儿子 薛宝钗的好哥哥 人就是这么复杂 到目前为止 除了有点啰嗦之外 还没有看出多大的问题 别急 更多问题就要展现出来了 请随手点赞 让更多人了解 并爱上红楼梦 所以 我看你这边 有点方便 苏 这边 有点新的 您可以 判判训